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玉米脆皮肠 皮脆肉嫩,抠痰多汁 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两斤七瘦三肥的肉馅 300克煮熟的玉米 15克盐,10克糖 2克胡椒粉 3克鸡精 30克生抽 10克蠔油 100克玉米淀粉 200克葱姜水 这葱姜水提前温水泡半个小时 再加一个鸡蛋 这所有的料就调好了 如果家庭没有搅拌机的 放到一个大盆里 把这个肉馅顺一个方向 搅拌15分钟 把肉馅打得起焦 这样做出来的厂才会抠痰爽滑 如果有搅拌机的 就像我一样 倒在这个桶里 用厨师鸡的三档 搅拌10分钟 把这肉馅打上进 这肉馅就打好了 打出来就是很粘稠的感觉 粘勺子和粘手 前面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用手工打的话 冲姜水不要一次性加进去 分三次加 手没有激起那么大的力量 把这肉馅倒出来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羊肠衣 猪肠衣也可以 把这拿出来清洗一下 这个官肠的工具 买肠衣的时候 老板都会送一个 把这肠衣的这样套上 把这头上打个结 搅好的肉馅 放到官肠器里面 这香肠就灌好了 拿一根牙签 把每一根香肠上面都戳动 以防止煮的时候它爆开 把所有的香肠都像这样灌出来 忙活了一个小时 终于把它灌完了 灌好的肠冷水下锅 水不要烧开 80度的水温煮25分钟 如果开水煮肠 会把这个肠煮爆的 煮了25分钟的香肠 捞出来 用剪刀把这线剪开 这肠全部剪开了 可以这样直接吃 也可以煎一下 我们看一下 自己做的肠 抠糖爽滑 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给孩子吃非常的健康营养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也可以把肠煎一下 表皮更脆 也可以加在饼里吃 味道更好 玉米炊皮肠就做好了 吃着也放心 做多了 放在密封袋里 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 想吃的时候 拿出来煎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